今天有人给水老师介绍了个女朋友 要来体面大院5.0见面 当然不是这个 她是咱们大院的保佳阿姨 因为要在这儿见面交朋友 所以今天特别跟阿姨交代了 务必要把卫生打扫的 比平时干净出来两个度 具体咱们大院的卫生度是怎么划分的 就别叫真了 你要叫真我就说你才棒 约了跟姑娘三点见面 两点了 胖厨子老师还在睡午觉 你相亲了不得拔拔胡子 等会儿 来了 什么要求 他堕落叫他堕落吧 但是咱们见姑娘 必须得看开见经 立立作作的 十里八强有名的俊俏后生 可不能丢了这个面子 内滋滋的死板 晒了半下午的热水袋 温度正正好好 除了有点焦皮味之外 其他一切都很完美 就咱们这生活条件真的了 哥们 一力让八价过来了 他也是跟着狠狠想服 这个穿着丝袜看起来很风骚的中年妇女 是咱们的秀姐 也是今天胖厨子的没人 咱们早都洗完了 没人也来了 胖厨子老师还在睡 这个人的精神状态 还是挺值得大家够学习的 现在是相亲对象到位了 人家来还给颠了个西瓜 然后就是俩人做大聊天 整个场景就是 姑娘相不中胖厨子 胖厨子也知道姑娘相不中胖厨子 可是姑娘又不想让胖厨子看出来 姑娘相不中胖厨子 整个场面就非常的尴尬 我看了一会儿就不想看了 这种假假惺惺 要往前走一步的状态 让我感觉很难受 我不是说他们俩 我是说整个世界 现在整个世界都给人一种 想往前走一步 很有走不动的胡乱慌张感 我最近真的好怀念下雨那两年 都在家躲雨 都不动也挺好 现在雨过天晴了 大家都出来了大干一场 我也要跟着出来大干一场 我又不知道要干啥 遗憾的是 好像大家伙都不知道要干啥 就是感觉该干什么了 然后大家伙都一窝蜂的去干什么 端午节了就该吃粽子 正好妹妹也来了 那就大家伙一块煮粽子 想不想吃粽子 无所谓 端午节了嘛煮粽子 就像我跑去自博吃烧烤的时候 也没有很想吃烧烤 跑去天腿吃麻辣的时候 也没有很想吃麻辣烤 只是感觉大家都在吃 现在雨过天晴了 我不跟着大家伙一块去干 也不合适 会显得我很蠢 我怕会显得我很蠢 明明现在雨过天晴了 大家想去哪就去哪 想干啥就干啥 那你怎么能不干点啥呢 所以现在每一天 大家都慌慌张张的 找点什么事干 要找点什么事干 要往前走一步 但走啊 也走不动 我不想干了 可是停下来也不合适 因为头两年一直在家躲雨 都歇这么久了 还歇着吗 现在雨过天晴了 该弄点心地缘心气象 我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 可是我也知道 每个人连今天晚上 要吃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一定知道 重则在锅里煮着 又出来买了点小烧烤 美滋滋的对付一顿 就像我现在的生活一样 红红火火的对付着过 我感觉头两年 在压避雨的那种时候 让我患上了 神探夏洛特的助手 华生得过的那种 战后创伤应激重复症 是叫这个名吗 华生是一个上过战场的人 他回来之后 十分的恐惧 战场上那种 炮火连天的生活 可是现实生活的平静 又让他接受不了 所以他每天都活得很痛苦 活得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当然我跟他是正好反过来的 这头两年 在家避雨时的寂静 让我受不了 现在的风气运用 我说的完全是我个人 那一些奇怪想法 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现在我一关上门 就开始怀念那两年 啥都干不了 哪都不能去的日子 是啊 闲着不动很有罪恶感 大家都闲着不动的时候 反而让人感觉很宁静 我前面一直用避雨这个词 不是为了规避什么 而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段时间 就像是我在一个工地上班 然后外面下雨了 我和我的工友们 都在工坑里面躺着听雨 谁都出不了工 虽然今天挣不到钱了很烦 可是抬头一看 王老二也在那躺着呢 我就一转头听着下雨 又睡着了 可现在不管是王老三 还是张老四 刘老六 跑得一个比一个快 我虽然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 而且他们大概率 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可是大家这种假假惺惺惺 要往前走一步的状态 让我感觉很难过 我现在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太巧了 他们也是